高中篮球联赛以及屏東區冠軍戰 由衛冕軍屏東高宮對上來意高中 比賽結束前10秒 雙方戰成55比55 難分宣制 屏東高宮發邊線球 一度被抄截 搶回之後一技拋頭 槍響前命中 屏東高宮再度拿下冠軍 我覺得10秒有點久 有點久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靠近了 那靠近那一刻你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很開心 那你有想過會進嗎 有啊 只給自己很大的信心 球員最後靠自己的團隊 是把比賽撐住 靠著防守 然後最後拿到勝利 有一點運氣 但是我覺得沒有前面的 那個32分鐘的努力防守 是沒有辦法拿下最後這個勝利的 相隔4年來意高中再次打進決賽 沒能守住最後一球 但雖敗猶榮 下場比賽如果獲勝 仍有機會代表屏東晉級南區副賽 還可以啊 其實沒有把自己沒有把握好 會好去被決殺 那今天天氣比較冷有影響嗎 有啊 是有 只是熱身做比較多一點 因為平均升高到其實變成癌至少一顆頭以上 然後我對於學生 在他們對這場比賽的態度跟精神 其實有發揮到我們捷住你們所有的精神 我是希望說 下一場因為還有一場決賽 我希望能夠他們拿出一樣的精神 去對待下一場 第二場決賽 來意高中對上每盒高中 雙方表現勢均力敵 第四節每盒一度拉近只差4分 還好來意高中頂住壓力 中場以70比63 拿下晉級複賽的第二張門票 明天喜歡巴朗 屏東市場不到